如何优化光芯激光切割机的切割质量 Long Mountain China同您一起探讨该话题 如果想要优化光芯激光切割机的工作质量 首先我们要总结一下影响切割质量的因素 良好的工作环境 激光切割机在长期的作业过程中 需要洁净的工作环境 出尘十分重要 避免粉尘进入电气柜损坏高压部件 可以保证激光切割机正常运行 保证设备的切割质量 工作环境需要在恒温条件下 详情参看设备使用说明术 避免室内温度过高导致的数控系统故障 从而保障设备切割质量 工作化镜的湿度 正常要求小于75% 避免水分子在驱动装置线路板上截路 引发机器故障 切割设备焦点调整 激光束焦点直径影响切割精度 同时 聚焦直径与聚焦透镜的焦身成正义 焦距越小 聚焦直径越小 狭峰越小且切割效果更好 辅助气体 辅助气体压力越高 弓箭表面切割效果越好 同氧气比较 但切割是最经济的 氧气的切割速率是最好的 具体取决于使用者的切割预计 切割速度 切割速度太快 弓箭很难达到预计的切割深度 造成火花飞扬和镜片损坏 切削速度太慢 弓箭过容会造成切割缝变快 若影响区增大 所以切削速度对切割质量影响很大 弓箭粗糙度 弓箭表面粗糙度越平整切割的质量会越好 需要尽可能保证激光切割的工作环境 激光切割机输出功率 光纤激光切割机的输出功率越高 切割质量也会越好 使用者在设备选行的时候 需要明确加工材料的材质和规格 尤其是材料厚度 简单的说就是 高功率带来更好的切割质量 综上所述 为了优化激光切割机的切割质量 我们在确保设备理想工作环境的同时 也要关注设备的内在因素 关于优化激光切割机切割质量的话题 如果您有其他疑问 欢迎随时同我们联系 sle-stmorm-ltn.com NoMountainChina致力于激光切割方案的提供 皆成为您服务